日本建谍南造云子逐核打入国民政府内部的传说 上的国民兰秘密会议内容,军事行动计划,都是鬼子特务收集的对象 鬼子为了高效率收集情报,必须对军统进行渗透,而军统大多数人都是男的 鬼子就想到一个好办法,让女间谍打头战 日本的女间谍穿了川岛方子这样的大排外,还有很多小鱼小虾子 他们虽然也为日本鬼子立过不少功,但爱与间谍工作的秘密性,所以很少拿出来宣传和表演 而二战日本失败了,作为战败国很多人要受到处罚的 所以这些曾经的鬼子间谍也不敢声张自己当过亲华间谍 再者,日本也知道亲华是非正义的战争,因此很多大案都在战败前夕销毁了 所以好多日本女间谍都做了无名鬼,好多事件的经过 再也无人知道了,只留下许多传说 这些日本女间谍无孔不入,好多国民党的细密事件都跟他们有关 其中一个叫南造云子的日本女间谍,华明廖雅权,也有人说叫别的名字的 她名字已经不重要了,间谍家,间谍语,故事都大同小异 为了收集我国情报,南造云子被日本特务土匪,原贤二派到了南京 让他潜伏在南京,便宜行事,刺激接近国民党军统人员 南造云子姿色绝人,风骚如笔,酷汉弄姿,言语温柔,处处留情 好多南一见了便久久不能忘,这可能都是他的老师土匪,原贤贤二条叫好的 因此,南造云子到南京搜集情报,最大的力气就是他的身体 他到南京后,专门去一些军统人员娱乐的地方溜达,或者去有关办公大楼大院门口溜达 别看他若无其事的溜达,他可是看到的,每个人都会记得一清二楚 每辆车牌都会过目不忘,有一天南造云子来到一个军统下 曾人员娱乐的小酒馆,进去后四下打量,很快发现一个见过很多面滴熟面孔 当然,此人还没有发现自己早被盯上了 南造云子以他敏锐的职业嗅觉,觉得搞定这个人可能会大有帮助 于是他决定接近他,如果举起酒杯直接去找他搭讪 则难免会引起怀疑,或者以为被认为是轻浮女子,这就是高级间谍的手段 那种直接上去搭讪,会很容易被认为有所图的 南造云子早就知道,这个人是军统头子戴利手下四大金刚赵立军的司机 所以他决定使用一个苦肉计冒点风险 等这个司机娱乐后开车回家时,南造云子假装走路的,而没有看到后面的小汽车,差点被撞了 幸亏那军统司机刹车及时,有惊无险,看来他碰死的水平不错,想必也是学习过的吧 司机本来想骂几句的,但看到南造云子妩媚的长相后,道嘴的话又咽回去了 接着就是寒暄几句,然后南造云子把编造好的身份给司机说了 再然后,就成了朋友了 后来司机通过赵黎等,还给南造云子介绍了个工作 到一处国民党疗养院当服务员,潜伏了下来 这时居然连戴利等人都忙过了 以至于后来南造云子妩取大量秘密 甚至有一次利用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迅透露了秘密 差点暗杀了蒋介石,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